纏颂多年 秘鲁北部亚马逊丛林区原住民族部落 控告石油公司污染的案件 达成庭外和解 提告的原住民族部落代表和协助律师 在三月初召开记者会 这起诉讼案是第一起 南美洲石油开采争议 进到美国的法院审理的案件 近30年 这些国家 生活了在西方的石油公司 我们听到很多厉害的故事 如何被灾亡的石油公司 家庭没有经历的经历 水公司 没有知不知道什么 当河河河河河 许多族人也出席这场记者会 Occidental Petroleum石油公司总部 设在美国加州 这起诉讼案其实在2013年 就在洛杉矶的联邦法庭 达成庭外和解的协议 但直到2015年3月初 才正式召开记者会宣布 但并未公布Occidental Petroleum 所需要提供给部落发展的资金额度 这五个Artrea族的部落联合环保组织 在2007年提起诉讼 控告Occidental Petroleum 直到2001年为止 30年来在部落传统领域的石油开采行为 造成漏油并且排放有毒物质 污染以渔猎采集维生的Artrea族人 所依赖的河川 造成早腰 婴儿的先天缺陷 以及其他健康问题 记者读戏 林博宏编译